故事开始 2016年 一种未知的游戏病毒开始侵蚀世界 遭受感染的人将会变成崩原体 大肆进行破坏 人类的性命受到严重威胁 就在危急时刻 拯救世界的真正英雄出现了 他便是假面骑士XSIDE 画面一转 眼前这个男人便是XSIDE的变身者 保生有梦 虽然现在他还不是 大家都知道 主角的出场方式不是呆就是帅 所以有梦一出场 就直接在明日那面前 来了个狗肯尼 变身游戏卡带 也被他撞掉在地上 随即被一个小男孩捡了起来 有梦见状 刚要上前制止 小男孩却突然倒地晕了过去 好家伙 下一届最佳演员高低也得是你了 明日察觉到那熊孩子身体的异常 原来他感染了未知游戏病毒 两人立马将熊孩子 带到秘密实验室进行抢救 不过身为实习医生的保生 有梦无法进入这个地方 只能在门外呆呆的看着 其实在有梦小时候 也得过某种未知的疾病 逼你死亡 是医生将他重新救了回来 因此他立志当一名医生 现在轮到他来拯救别人了 傍晚有梦偷偷溜进了实验室 通过与熊孩子交谈得知 他是一个中毒网瘾少年 现在只想去看一下游戏发布会 这个有梦都整不会了 好家伙这是心病啊 画面一转 明日那来到游戏发布会现场 寻找传说中的游戏高手 天才玩家M 但天才还没找到 他却在人群中发现了有梦和熊孩子 有梦认为 想玩却玩不到 这就是男孩的心病 只要解开了心结 病就会变好 可他却不知道 男孩所患的并不是普通的病症 明日那想要将熊孩子强行带走 可就在此时 熊孩子体内的病毒发作了 紧接着就变化成了一个大肉丸 肆意对周围进行破坏 有梦从明日那口中了解 这也是一种名为漏洞体的病毒 想要解救患者 唯一的办法 只能用玩家驱动器和骑士卡带 变身成为假面骑士 进行分离手术 有梦听吧 直接抢过腰带 为了患者健康的笑容 他义无反顾 变身后的勇梦 几个连续翻滚 躲开了大肉球的攻击 该说不说 这应该是来打系列 最灵活的胖子骑士了 紧接着 勇梦召唤出武器卡控破击者 转头就跑 他是害怕了吗 不 原来他是想获得游戏强化物品 得到强化道具的勇梦 三下五出二 便将漏洞体 从熊孩子的体内分离了出来 可是游戏并没有结束 大肉丸重新变成头目索尔 并带着一众小弟 出现在勇梦面前 勇梦见状直接变身为动作玩家LV2模式 舒服了 这才是骑士该有的样子 变身为二级的勇梦 几下便将小炮兵全部消灭 然后和索尔打成一团 趁着攻击间隙 勇梦释放出必杀技 全能暴击猛攻 击脚便将索尔消灭 不过他好像违背了骑士 从不回头看爆炸的定律 但这都不重要 漏洞体病毒被消灭 熊孩子终于重新露出笑容 画面一转 经过这一次战斗 勇梦被批准成为了CR的实习医生 就在三人庆祝时 天才外科医生 菲采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认为勇梦还不够资格加入CR 而CR也不需要两个医生 就在勇梦为此迷茫时 听诊器却发出了急诊通知 又有患者感染了病毒 明日呢 带着勇梦来到了事故地点 就在两人检查患者时 菲采也赶到了这里 二话不说 便直接展开游戏领域 变身为任务玩家LV1 而患者体内的病毒 此时也发作变成了小肉丸 菲采和肉丸站成一团 可时间不等人啊 一旁的明日呢 让勇梦也赶紧变身去帮忙 勇梦直接变身为LV2模式 但却被明日呢 一把拉回LV1 两位骑士和小肉丸开始了战斗 几个挥合下来 菲采抓住机会 一件将漏洞体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 就在两人准备彻底铲除漏洞体时 一旁却突然走出了一名陌生的骑士 他几下将两人打倒后 一转眼便带着漏洞体消失不现 画面一转 明日呢 告诉勇梦 如果不尽快将漏洞体消灭 那么病人的身体就会被占据 到那时病人就会彻底消失 勇梦听后 找到了病人的未婚妻 想要了解情况 可就在那时 消失的漏洞体出现了 将未婚妻绑住 勇梦见到这个情况 直接露出邪魅一笑 变身为假面骑士 埃克赛德 没有办法变身为LV2形态的勇梦 只能任漏洞体宰割 就在他束手无策时 飞才赶到了 紧接着变身成为任务玩家LV2 漏洞体狗物机跳响 想要除掉未婚妻 没有了后顾之忧 勇梦变身为LV2模式 两人配合 几下边境漏洞体打倒 可漏洞体却使出了魔法 将自己状态恢复了 好家伙 赤裸裸的作弊行为 飞才见状直接冻结住漏洞体 让他无法再使用魔法 勇梦趁机 使出必杀剂 将漏洞体弹飞 就在准备终结时 飞才却先一步出手 虽然但是最终漏洞体 还是被成功消灭了 病人也终于恢复了笑容 和未婚妻重归于好 可在一座大楼的办公室内 花家大我 却在跟虾脚交易 骑士变身腰带 那么这位新的骑士 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内容 关注兜兜 下期更精彩